好 我在上面各位去看看 贾先生跟夫人啊 还有宋乃怡他们的一个取居室啊 请到这边来 这边我就不做解释了啊 这是第一场之后呢 对 这时候呢 第一看就是塑胶的嘛 对 所以你看 变色变得这样 你看没有 那个脑脑脑没问题吧 对啊 脑脑脑 对对 来 那几个东北来的朋友啊 我先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然后我再给你们讲解那个 那个918的事情啊 来 大陆的朋友 有没有大陆的朋友 大陆的朋友 来 我刚刚有没有讲过 讲这些基本上是民族主义者 对不对 这边有个很明显的可以证明他的心志 就是他 到台湾的时候 他那个弟兄们啊 送给他山上一块恒波面 你没什么感想没有 这是早期的中国秋海潭的地图 对 现在这块没有了 对 所以他 他要中心步过反过道路 他心中想的是这个完整的中国 对吧 这不能骗人吧 这块现在没有了 这是台湾啊 好 从这边来 今天有东北来的朋友啊 我特别想讲那个看战的事情给各位听听 交换一下意见啊 这真是我们中国人都应该了解事情 我在这边接待过很多大陆的朋友 有一次北京的一些身份很高的人 问了一句话 他说 何老师 你认为我们的国母 跟宋美宁哪个比较伟大 很测吧 对 我想各位听 可能台湾人不需要 国母是谁 可能英文不知道 但是我想大陆朋友应该知道 讲的是宋庆宁 对不对 那我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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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生态解说 也会讲的一定是真的能去 而且平衡 所以我不做这个政治方面的影响 所以我就说 我了解宋庆宁跟宋美宁 在我们一不讲 就是讲妇人 我都不提了 对的平德嘛 我说我认为宋庆宁跟宋美宁 以我个人来看的话 我认为可能宋美宁的格局 要比宋庆宁要大 那这些北京的那边就问我说 英文气象 我就告诉他一件事情 跟东北有关了 咱们八年抗战 有的是说民国二十年 九一八十一年开始 然后民国二十六年 八年抗战开始 打了四年半 然后在民国三十年的时候 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 十二月八号 第二天 美国就宣布对日本宣战 咱们中华民国或者中国 也对日本宣战 请各位朋友 静下心来 听我讲一句话 我们常常说苦难的中国 这两个战争的名字 就明天地表示 民国二十年 或者民国二十六年开始的 我们叫做看战 民国三十年 因为美国对日本宣战 我们开始加入了美国的同盟国 所以叫做宣战 看战跟宣战 看跟宣有没有不同 对不对 一个是被动嘛 一个是委屈的吧 对不对 连战都站不起来 你不打我就算了 我球丢掉就算了 东北就算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我说苦难的中国 就从一个看战到宣战 这段历程说句不好听 如果当时日本没有偷袭宣战 美国没有对日本宣战 我们没有同盟国的话 搞不好我们还在看战 对吧 所以从这个话中 中国文字去体会看跟宣 那里面去主教一下的话 你等等会掉眼泪 好 不谈主教 如果三十年参加这个同盟国 对日本宣战 三十一年 当时以美国为主的 爱生好 美国政府就任命蒋委员长 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所谓中国战区除了中国大陆的话 还包括东南亚在里面 你知不知道当时的东南亚里面 那个越南是谁的殖民地 越南 法国对不对 印度是谁的殖民地 英国 英国跟法国打不过日本人 所以就透过这个盟军统帅的体系 向蒋委员长求援 所以蒋委员长派了一个很有名的将军 叫做孙力仁将军到滇冕去作战 就解救了一些英国人和法国人 英国里外帮了一个勋章 那蒋委员能够在自己国家很困境的时候 还要派兵出去 为什么 因为他是盟军统帅 他必须按照的制度形式 形式 所以这是第一个 然后没多久 美国带头解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对吧 然后没多久 然后呢 那个那个 宋敏林 邪命到美国的国会 跟加拿大的国会 做一个演讲 告知各国 中国就几年抗战 牵制了日本人 让战乱了世界大战 没有那么扩散 得到了美国人很多的赞赏 真是人山人河 非常轰动的事情 而且宋敏林 在美国国会 跟加拿大国会 是有史以来 有史以来 第一位外国女士 在国会里面做演讲的人 没有多久 战争大概蜀观已现 于是三大巨头 决定要安排 将来战争结束后 亚洲的局势怎么来个洗牌 洗牌听得懂吗 怎么来牌 于是在开罗会议 一间之塔 三大巨头 罗斯福 丘吉尔 还有蒋委员长 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开罗会议 各位知道吗 所有的战争 全世界上面都有 只要讲到二十世纪下 亚洲战争 一定有做一个结局 这个会议 包括另外一个 中国被出卖的 雅尔达密约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决定亚洲的发展 然后在金字塔里面 做了三大巨头 罗斯福 丘吉尔 蒋委员长 偏面旁边有个小女生 是谁 宋敏林 各位有没有想过 罗斯福丘吉尔 为什么不带太太 蒋委员长要带太太 他不会讲英文嘛 对 第二个呢 但也可是一种一种一种 一种战略 不低手讲话 我们常常有句话 叫祖先不把他低面 对吧 那蒋介石 得我给你介绍一下 好 因为蒋委员长 不太会讲英文 沟通方面也靠宋敏林 宋敏林的国际情绪 他到美国国会做这个演说 比较了解 所以当时留下一个记录 丘吉尔讲句话 他说蒋委员长 旁边的小女生很厉害 好 我再带过去 民国34年 1945年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隔了50年之后 全世界都在庆祝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 美国国会认为 二次世界大战 是美国的一个国力的一个发展 主导力量最强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搞一个庆祝 庆祝活动 要纪念这些二次世界大战神 英雄 由国会来主持 结果找遍全世界都找不到 罗斯福过世了 丘吉尔过世了 杜努门过世了 麦克尔阿塞过世了 艾森豪也过世了 都过世了 巴顿将军也过世了 那会怎么看下去 没有人留下来啊 突然有个小战 不对 还有一个人就在问美国 于是说美国纽约 请了蒋夫人 会计100岁了 请到美国国会 再回到国会做一次演说 国会的演说 他一定有个记录 叫做庆祝九会 庆祝蒋宋美宁 战争结束五十年 也是庆祝她在国会 五十多年之后 做个演讲 国会做了一个记录 上面讲得很清楚 蒋宋美宁 是二次世界大战 朔国仅存的历史人物 所以我就跟那些大陆人说 这么看的话 以国际观眼光来看 就是格局的话 我觉得是宋美丽要比那个 宋庆祢要格局要大一点 我不讲说谁伟大不伟大 刚刚提到蒋介石先生在回校 蒋介石先生 心中的讲过 他来自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 小延山的子女 然后呢 他一般都是跟军事有关 他只到日本师官学校 没有外国的经验 日本师官学校 然后他因为是学了跟着家里学 他就变成一个佛教徒 跟着拜 没有疑似跟着拜 就变成佛教徒 宋美丽来自个非常洋派的家庭 而且一个历史渊源很久的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他们家的基督教的那个传统 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徐光琪 徐光琪听过吧 很有名 明代的一个责任很有名的 追溯到那个地方 他家里面 他附近还做过牧师 应该因为一个中国人家里面还做牧师 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了 然后他们在夏威夷还有智产 他们姐妹三个人还到美国去留过学 所以这会是洋派的家庭 当蒋介石当委员长的时候 去向宋美丽提亲 请求宋妈妈答应她把她的女儿嫁给她 宋妈妈有点为难 为什么 宗教不一样 然后一个是政治方面 一个是社会财务方面 所以她找个理由拒绝她 于是用了一个方法 叫做宗教 她说蒋委员长 你信的是佛教 我们信的是西方的基督教 可能在教育方面有些冲突 按照我们的规范的话 基督徒不能嫁给一个佛教徒 那这个蒋委员长总是一号人物了 他反应也很快 他就讲了 他说我知道 因为咱们中国人信佛教 没有什么仪式 对不对 都是跟着拜就变成佛教的 有没有受洗 有没有什么教父 都没有嘛 但是我知道 宗教是劝人为善 佛爱的精神 所以我愿意了解基督教 宋妈妈没办法 就拿了一本圣经 叫给她 叫她去自然而退 结果没想到 蒋委员长就拿把圣经当兵作战一样 把她做煤批 做得非常详细 我在那个还看过这本书 现在还留在好像 好像是那个士林关里那边 她用的红蓝青字笔啊 写的清清楚楚 记得很多 隔了几个月之后 就拿给宋妈妈 说我已经完全了解基督的教育 而且有愿意并得基督徒 宋妈妈没办法 就考虑了很多教育 什么神爱世人啊 第几三 第几千 都对大如流 宋妈妈没辙了 没辙之后 她又把这个事情 推给她女儿来处理 她回来一句话 她说我对你没话讲 而且你现在也是基督徒了 但是我们家是个民主的家庭 不像中国家庭里面 什么父母之秘 媒妁之爷 我们还是要尊重女孩子的意见 女儿的意见 宋敏琳一定在旁边 陪着她男朋友嘛 然后她就问她 敏琳啊你的看法怎么样 就宋敏琳答了一句话 这也有记录了她答一句话 她说一切妈妈做主 意思是说你妈妈要主爱 都阻调不了了 都已经投降了嘛 对不对 那我就嫁给她了嘛 所以他们两个就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那时候 确实有一个军政 一个是三人 对不对 所以有一种说法 叫做中美联姻 不是中国跟美国 是蒋中正跟宋美宁啊 中美宁也这么一个 但是报告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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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辩计会这么讲 但是我也讲是这样子 不管怎么讲 咱们在台湾的人都很清楚 蒋委员长 或者我们叫总统 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不管在他的文稿里面 他的讲词里面 甚至在圣灵观景里面 看到了凯克堂 他都要做礼拜的 对不对 他是很清楚的 即使他过世之后 他的遗嘱里面写得清清楚楚 他是耶稣基督跟国父 孙尊山先生的信徒 两个都有 然后在刮墓里面 我想各位都知道 他摆在上面 我刚才有没有讲战错 战错就是说他还没有埋在土里面 你们不是在那个酸心 那个后池湖吗 对不对 那个池湖的不是有个木吗 他是摆在上面 他不是摆在土里面 那个叫做战错 在咱们中国人叫战错的话 就是暂时停在这边 等将来回去的固定地位 他才入土为安 所以他到现在还没有入土为安 因为他还是要缓过道路 所以我觉得他这点方面 真是到死后还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到后池湖 看的时候的光幕是立起来的 摆在外面的 不是摆在地上的 对吧 所以这个 我不谈这个事情 在在官幕里面 就摆了三本书 一个是三门主义 一个是世书 一个就是圣语 那各位请跟一下 我们所谓概观论地 一个人你说他是佛教徒 好了 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 请问你他是基督徒 还是佛教徒 标准的基督徒 对 那从这两点看 宋敏林对他影响是不是很大 OK